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宁时间 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 最近非常的一个热门 两岸关心共同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在整个整体环境 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下面 被观察的一个所谓的马英九先生 先生我们要框起来 先生是中国那边来称呼 我们当然就讲前总统马英九 马英九的访中祭祖之旅 这一趟这个所谓的祭祖之旅 到底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花样 那各界都在非常的一个瞩目 好那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 来跟我们做分享 第一位是颜建发颜老师 老师 天宋朋友大家好 来第二位是徐永鑫 徐老师 大家好 OK好 我们先就请教 请教颜老师来看一下 马英九这个27号的时候 就从这个台湾 然后飞往中国 展开所谓的祭祖跟青年交流之旅 中国之旅 这一趟的安排主要行程规划是以这个南京武汉 长沙重庆还有上海等等一个城市 那参访的一些地点大概不拖是几个点 那看下比如说去参访南京总统府 还有新亥革命武昌奇异的纪念馆 张志宗的一个烈士墓园 还有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 重庆抗战的遗址 以及这个四海四航倡库 抗战纪念馆等等遗迹的一个据点 走起来我们看到已经大概先走了前半段的一个部分 前面几天的一个行程 因为这个行程看起来一开始还没有去之前 麻办这边公布行程 大家也觉得这个行程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跟国民党或者说中华民国 比较有关的一个部分他走的反而比较少 或者是说跟政治性比较高的北京也不去 那但是选择的几个点都跟这个抗战 抗日比较有关的一个行程 所以之前的一个观察是说 那这一趟行程会不会被界定到最后 是说两岸共同来抗日 抗日界限把它划出来 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清晰的一个 现象是这样子 反而马英九去到中国 然后街机的一个层级 以及这几天 他可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话 来做一些分析跟探讨 因为真的是被拿放大金跟行为金在看 所以那个我们就先来看好了 街机的规格其实早在这个马英九 去中国之前 那个台湾的一些媒体 像联合报这边就有一些所谓的独家消息 或者说他们从中国那边获得的一个讯息是说 接待的层级会是属于国家级的 那可能会有国务院的副总理 或者是这个宋涛 国台办主任宋涛 或者是这个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之一的丁薛祥 等于是习近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心腹 这样的层级去做街机 那可能会有拉高这个马英九的一个重要性等等 结果这样的讯息隔天之后 马上事实呈现出来的是国台办的一个副主任的层级 叫陈元峰 还有上海市的常委这个张伟等等一些比较刺激 二三线到三线三线的一些官员来替这个马英九接机 那接机的规格呢 也没有所谓的红地毯 也没有一些礼宾车的一个专车 结果是搭一个小巴士 这样的一个虽然有前车该开倒 但是整体的规格感觉就被拉得很低 那很多一些名嘴 或者说一些政论的一些分析说 很清楚的 那中国在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想说替台湾穿小鞋 台湾的一个所谓的前总统 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人的规格 把它降得很低 变成一个省级的一个概念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拿来跟之前跟华人当总统的一个国家来讲 新加坡来讲的话 那新加坡这个总理去到那个中国访问的时候 的规格那真的是国家级的 所以就相当程度的一个被区隔出来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那其实马英九他不知道真的是太随性了呢 还是说太过想去大陆访问 对这样的那个规格他也没有特别去做一个抗议 或者说之后再做一些反对的 或者说去沟通的一些动作 我没有看到 他还说什么客水煮病 他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那被热情的一个招待等等 讲这样的话出来 我们相对台湾人这样子在隔海这样子看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点滴在心头 毕竟马英九还是我们台湾人民 多数人民曾经选出来的前任的一个总统 那去到中国竟然是被这样的一个糟蹋也好 或者说被这样的一个矮化 当事人毫不为意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 请这个燕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 那终究你会怎么来解读中国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安排 他到底想要表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是我觉得从马英九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为了民嘛 为了民 我们讲民利民利就为了民 所以而且你看想想明年如果说是 民党当选总统 他大概没机会表现了 如果就算国民党是侯尔宜 或者任何人可当选总统 大概也不会轮到他来作为两岸的这个代理人 所以这他最后一次 等于最后跟唯一一次 所以他只要了像历史留名 有个交代就好 对他来讲 因此我觉得他的折扣被打得太低了 也就是说被打了好几折以后 他还是情愿去 我觉得这老共已经清楚看出了 就说你我再怎么打折 你都会过来 当然当然是尽量打 因为打了马英九等于打了中华民国 跟打了国民党 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就国共内战的延伸嘛 台湾伦说国民党已经消灭了 国民党然后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所以他这样做事 从北京来讲 他是一些策略盘算 但是从马英九来讲 他就要了要民 所以他的感觉很舒服 很舒服 他也不会去以和为贵 但我觉得说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我觉得说他曾经是当过总统 那你去的话除非你是私人旅行 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 我觉得人民要去问他 就是说你去有没有一个什么策略性目的 策略性目的就是说你跟国家的关系 国家利益要联合 联在一起才有意义 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是失职 坦白讲 但是从老共的角度来讲 他是能够吃你豆腐就吃你豆腐 我觉得之前放那个消息应该不是空 因为不是空虚来风 对 我觉得那就是故意要耍弄大家的那种目光 给你一个期待 然后最后实质上又是一个落空 而且说实话 造成很大的反差 我们民主社不是每天在盯着这个新闻在走吗 是 也许很多人认为说可能有见到丁薛祥 因为这个消息瞬间过了 大家不会去注意吗 只有这个在意的人 在意的人他被吃豆腐 他自己都说没关系很舒服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老共很恶劣的做法 可是我觉得以马英九他跟老共交出这么久 他应该知道 对 他也这样做 我是觉得蛮遗憾的 基本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有部分我们持平而论 就是说有一些状况 我觉得马英九前总统这一次去中国 不管是你是前总统也好 前国民党主席也好 甚至你是一个台湾曾经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 过往在这个台湾那个内部 经常被提到了一个状况 你们国民党人每次去到中国就不敢喊中华民国 不敢讲总统 被人家称为马英九先生 甚至连先生都没有的时候 你也不会去抗议也不会去讲 不会去反对 那所以这一次呢 马英九在这样的一个情境跟压力下 我觉得他相当程度的表述出他自己的一个 我不是这样子 我还是会自我肯定 自我认定我还是这个中华民国的一个前总统 所以他在几个场合里面陆陆续续 比如说也有讲到中华民国 也有讲到或者是分开讲 一下讲中华 一下子讲民国 也有讲到说 像见到这个江苏的一个书记的时候 他也现场他也讲说我曾经是台湾总统 在台湾当总统的时候 在台湾当总统很奇怪 应该是说我是台湾总统 或者说我是这个中华民国总统 不过他讲说我在台湾当总统的时候 我也曾经推动两岸交流 有促进两岸的一个比较好的互动等等 所以他在很多场合里头有做很勇敢的 我觉得他已经这样已经很勇敢了 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表述 但是站在台湾人民的角度 或者说台湾这个民进党 或者说这个执政党这边的一个讲法来讲 他们觉得马英九这次还是在打一些擦边球 不敢跟中国来做一个正面对决 你正面对决的话 你应该开大门走大陆 我去我就是用中华民国前总统的一个角色 一个高度来去做一个访问 你应该是要这样的一个折冲过程才对 当然最近还有几次的一个讲法里头 因为要打擦边球 擦边球的状况有时候就是有一些话 会讲的比较模拟两可 或者说比较退缩一点 比如说讲到那个孙中山以前当中华大总统的时候 那个他自己想说 我也曾经当过内阁 这个 我也曾经当过这个 这个内阁的 然后就被人家笑 或者是他在这个叶中山林的时候 那个落款的时候 他们不敢写中华民国112年 那写下百十二这样的一个字眼 那当然也是被人家批判跟调侃 这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洪欣 在我们稍微做一个补充 马前总统在他卸任之后 也在我们台湾因为有一些法令规定 那他也没办法出国 但是刚好这一次呢 有这样子的绝佳的机会 然后可以借记组之名 访问中国大陆 我本来比较期待的是说 因为毕竟马前总统曾经贵为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应该是说 在他任内曾经推动过的两岸事务也好 两岸之间的交流 其实是非常的平凡 这一点我想中共应该都会知道 但只是说在这一次的这个祭祖之旅的这个行程里面的安排 好像陈如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的 从这个下飞机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老实说这是我认为 我认为中共的确有一点小鼻子小眼睛 不过以他的一个看法 或他对于原来那种国共内战的那种思维里面 他的做法其实也不足为奇 因为他本来他就一直想要压抑着中华民国 或者是这样子的字眼出现 尤其是曾经贵为中华民国总统的马前总统 到中国大陆访问一定会洞见观瞻 因为很多的媒体都会堵麦嘛 所以才会造成说这样子很多的这个场面 事实上都呈现在我们的这个爆章媒体里面 甚至于穿小鞋 所以其实会引起台湾社会的一个不忍跟抗议 OK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微回来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你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宁时间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 刚刚那个徐老师 意犹未尽 然后讲了一个解读一些部分 那我们再把话题 再把它拉到高度 再拉到一个国际的一个环境跟空间里面 因为马英九是以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个前总统的身份 有这样的高度去中国做一个访问 是第一次 历来是第一次 变成说当然国际媒体也会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包括你说一些西方世界的一些国家也好 或者说媒体也好 也都很多报道 比较近的部分 像我们看这个日本好了 日本媒体其实报导这一次马英九的一个中国记住之理 报导了非常的一个多 不是很单纯的做一些报导 他们也做了一些解读跟分析 像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 就是说像 这个日本比较代表性的媒体 独卖新闻 这里就有讲到 他们很单刀直入 就把话题就切进去了 说马英九这次出访的目的 主要是要靠交流 来看可能不能和缓或说紧张的两岸关系 那北京这边的盘算就是说 虽然我愿意跟这个马英九 这些国民党的一些官员 或者说高干来做一些对话 但是就是他对这个中国共产党 对这个民进党 还是展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 那企图在玩两面手法 软硬监视的一个状况 想要企图要分裂台湾的一个社会 最终的一个目的 想要在这个明年2024年的时候 1月的一个总统大选 想要替国民党来助攻 日本的媒体是这样的一个解读 那包括共同社 或者说朝日电视台等等 有很多媒体也做类似的一个解读 薛老师对日本的一个政局 跟那个社会都有相当程度了解 替我们解释一下 日本人的一个观点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他也一直非常关注 两岸之间的交流的状况 特别是紧张的状况 如果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比方说像去年8月的 这个裴洛西来台访问 那马上就形成几天的围台军演 诸如此类的 所以日本会比较关注到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会比较缓和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 所以我看了几份的日本的媒体 他们就成如刚刚主持人 其实有大概都提到 他们会比较关注到说 那这样子的一个访问的行程行动 是不是会未来带来一个 两岸之间比较和缓或和平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是他们是很关注 但是本的新闻然后共同社 他们都认为说 包含马前总统这一次的一个 借由记住之旅的一个参访活动 都其实都是为了明年一月的 这个总统大选在做铺陈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 我反而会觉得说 这一次中共的这个给马前总统 这种这么的穿小鞋 甚至于这个小鼻子小眼睛的做法 反而会刺激到了台湾社会 会认为说 就连国民党出身的这个马前总统 他其实是相对我们台湾社会来讲 是比较亲近中国的 事实上是这样 但是连贵为总统之尊到这个中国大陆 他访问即便你要有一些动作 其实都不应该太大 或者是有一些贬义我也都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从中共的角度来看 他不想让中华民国 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字眼出现在 在各大国际媒体上面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的战略目标是为了 明年一月的这个 总统大选的话台湾 那反应该是要反其道而行 反而应该是要让这个盛大的迎接 或欢迎这个马前总统的到来 我们讲统战就讲统战的话 他们应该要这样子做 然后呢 应该要翘落打鼓才对 应该是这样 然后让台湾社会相信说 连这么亲近中国的马前总统 都可以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那这样子我认为 可能会有一些鼓舞的作用 但是没有想到 中共在这一次的这个 接待的种种的做法 我认为他其实是在 对于国民党未来这一年 要准备总统大选的这个进程里面 其实并没有特别帮到国民党加分 反过来 反而会让国民党内部会认为说 未来我如果当过总统 那卸任之后 那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变成一样的规格 那这样子反而会让 包含国民党内部的这些人士 就是有想要参选总统的人士 可能就会重新的考虑 或者是会可能会有另外一般不同的想法 来建构说跟中共或中国之间的两岸的交流 应该要怎么样才会对自己是更有利的方向 那这样子来思考的话 我其实认为中共在这一次对待马前总统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大大的失分 应该不是这样子才对 你应该你真的是要搞统战 那你就好好把这个 你说人际交往的关系 用最小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跟你往来 那当然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要统战不是就是要这样子来统战吗 应该是这样 不要说你就是我的小老弟 甚至连小老弟都不是 你是我的跟班 跟到很后面的跟班一样 那把他用这种态度来以止气死 或者说对你爱理不理的样子 你要像这个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媒体的一个角度 中国官媒他们的喉舌 他们是怎么来看待的这一次的访问 基本上就是把它限缩到最小规模 我们最清楚的好了 那新华社是最具代表性 那新华社对马英九 这是连先生都不称 他就是讲说马英九来大陆 来中国访问 就这样子 报导也不过几百字而已 就是那么很简单的交代了事一下 好像这个讲难听一点 好像发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的 一个很干的一个行程 这个讯息我有传达给大家 但是马英九来干什么 然后你们对马英九的一个称呼 跟是一个界定 你的什么规格那些都没有 那反而是他去刊登了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些评论 那些评论有些是学界的 有一些是那个网红也好 一些比较一般的媒体的专栏作家也好 他们对这个马英九的那个来访呢 就反而去做一些所谓统战式的一种 官样的一个文章 比如说我们刚刚第一个阶段时候 跟林业给老师讲说他那个行程的安排 那中国的那个学者他们就讲说 这个行程是完全透过那个精心设计的 那精心设计 精心设计你要表达什么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的党媒 他们对这个马英九还发了一篇 这也是慎重其事 那个发了一篇那个十大这个往事 十大把马英九的那个过往 从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开始把他挖出来 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批判 我们共产党批判中国 然后一直到他选台北市长的过程 对这个两岸的一个态度的一个模拟两可 那到总统乃至于跟什么民进党妥协 对中国也是有做一个批判等等 列了一个所谓十大往事 十大往事其实就是十大追踪 所以把他那个搞得很清楚 那他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给中国大陆的一个老百姓知道 那就是想说马英九根本就不需要来吗 或者说马英九就是跟那个我们不同国的 或者说即便你看我们在台湾的一个角度来看 或者说站在国际社会来看的话 你马英九你国民党这些人 其实已经对中国非常友善了 对中共非常亲了 也主张要交流要怎么样等等 但是看在他们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一个高干 或者是他们一个媒体喉舌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根本不屑一顾 所以甚至把你贬义的非常的难看等等 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 能真正的替两岸的一个交流 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发展 或者说一些契机 这个其实一个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很好 林老师再做一个补充 我是觉得这样的研讨会 这样研讨很有意义 我会觉得说这一次给大家一个教训 就是说他重新认识习近平这个人 你发现说他就是一个所谓的习皇帝那种思维 他讲政治 中国讲所谓的持不掌军 你这不能太忍识 对手不能太忍识 或者说无情罪是军宏家嘛 去做军宏就是要无情了 所以我觉得他刚好把马英九拿来祭旗 展示说他就是习皇帝 不仅他对国际 因为他现在对手是美国嘛 告诉国际社会说 我就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跟你交流 就是好像对等的 是我以上对下 所以他这样做 从刚才你讲那个对接待规格 还有他之前的对让那些网红毫无忌惮 但是说的马娘娘 还有要饭的 这些的说法 你发现串起来是有一个逻辑在 一个逻辑在里面 他就是君王 舔我我照样可以砍你 因为我砍你就是拿来 表示说我是没有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存在 没有所谓的共产党 没有中国国民党的存在 因为共产党早就屈服于我之下了 所以我觉得是刚好让他一个 类似什么杀鸡警 或者说立威的一个好机会 来凸显他的这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是从他这个逻辑来看 是对的 从他角度是对的 只是说这个时候假设说 我们现在回去之后假设 就是说像当时 那个马英九罗说 那我就不去了 对 可能状况又不一样 对 这个部分 刚刚严老师也讲 你这个热脸去贴人家的软屁股 比如说像这个 马英九在跟这个江苏书记 在见面的时候 他有讲到一些那个形容 或者说一些心情 就是说他回忆 回忆他最主要当然是说 他在2015的时候 那时候他在总统任内的时候 他在新加坡跟那个习近平会面 他也强调说 希望什么两岸可以心灵气和 拉近彼此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距离 是一致的 所以他希望两岸 这一次他也特别去强调这个 两岸能够做好建立互信 才能避免战争的风险 用交流取代对抗 用协商取代冲突等等 那他讲了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讲得不错 就是说希望中国大陆那方面 能够认识台湾人的一个心理状态 大家一起来推动避战跟谋合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 还是要肯定一下马英九讲这样的一个话 但是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但是 但是中国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说中国根本不会是把你这一趟来之后 就可以真的可以让你说两边可以用对等的一个角度 或者说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心情跟状态来互相往来 他还是照样军饶 对不对 飞机照样飞过来 这样子继续在骚扰台湾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其实马英九的一个苦心 看起来真的习近平 你即便真的是去贴这么近 但是习近平也不见得是领情 很高兴今天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 谢谢